大家好 我是名人站Crystal 今天會由我為大家介紹一下最新款的手袋 而這款手袋就是近兩年風魔一時的 顧著馬行包 顧著馬行包由去年推出之後 一直深受歡迎 推出了有經典的啡色 還有青春亮麗的白色 也有復古懷舊的紅色 三款顏色也有很多粉絲 這款手袋自一驅出以來 一直成為GUJI的Top 1排行榜 專門店或一些打托店 經常都找不到貨 大家都有尋找人的蹤影 而這款手袋的熱潮仍然未退散 今年GUJI更加推出了這款 mini版的馬行包 用最經典的PVC Monogram 用最受追捧的啡色皮夾邊 這款手袋 補一出來已經有很多顧客 有諮詢過了 它特別之處是用於兩條帶 一條是傳統皮的肩帶 另一條是GUJI很適合力強的 紅綠紅間的布帶 看上去會相當舒服 我們看看內籠 這個包可以裝到多少東西 雖然它的尺寸是迷你 但是放一個手機 和一個祭錢包 都是徐徐有餘的 其實它就仿然一個 1955晚行包的BB版 看上去的色可愛很多 大家都知道近幾年 迷你手包可謂大行提高 所以不少品牌在他們的熱賣款式 都會出迷你包包 迎合這款小袋熱潮 兩款包包 就是有兩條帶 剛才有說過 一條是classic款的布帶 肩帶的寬度看上去非常舒適 用來斜背或肩背也剛剛好 很適合我們有時候覺得重 或者是累的時候換一條肩帶 而且這個肩帶看上去 很有復活造型 而另一條肩帶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它有一個好像大size的 脈喊巴一樣的 傳統皮革肩帶 傳統皮革肩帶 是可以有吉較長短的 就會符合我們女士不同的身形 或者身工需要 不會局限於一個長度 靈活很多 右肩的肩帶看上去 就文青文藝感覺很多 整個馬鹹包本身 就是出於一個復古的懷舊風格 馬鹹這個設計 也都是Gucci 在好幾十年前 已經有的一個設計元素 今時今日拿回來 做一個改革創新 看上去很適合現在 我們Draco Vintage Feel的這個時代 右肩帶看上去 就是復古屬女風 而寬肩帶看上去 又有休閒時尚 我們平日 星期六日 想穿Castle Wear 穿的時候 或者不想那麼拘謹的時候 換上一條寬肩帶 就再適合不過了 有時尚 行文藝 或者屬女Feel的英倫風格 我們又換一條右肩帶 配襯衣服 或者裙妝 或者一些心裏系 也是相當不錯的 不知道大家對今年 這個最新出的 mini款的馬鹹包 是不是很期待 而且很有興趣呢 我相信 隨著小時候的流行 Gucci也會在馬鹹包上 出更加不同的顏色和皮革 我們一於拭目以待 看看Gucci 接下來會不會出更多 有關於馬鹹包這個元素的包包 又會帶給我們 顧著用一片新的衝擊 肩帶既可以較長短 相當之方便 顏色方面 也有神色系列 看下去更加低調簡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加我本人 在名人站的WeChat 或者WhatsApp 以獲出更多的產品貼上 和轉身的市場動態 多謝今天大家寶貴的時間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